詞曲 郭文貴 李俊良 大家好 我是香港演藝學院表演藝術教育中心的統籌李盡良 來到了今天的藝術教育對談室 在未開始之前,我有一個問題經常都在腦海浮現 就是戲劇、畫劇和舞台劇究竟這三個名詞有什麼分別? 有時候我會想,畫劇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人們會看到舞台上的演員會用很多說話、對白 表現他的角色、交代劇情、講故事 所以自自然而言,他們都會叫戲劇、舞台劇都叫做畫劇 但我又這樣想,如果只是表演一個角色、演出的時候 只是用說話,單靠著說話,是否這樣足夠呢? 這方面,我不是專家,我們今天請了一位專家 他是來自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聲線訓練的講師 李永康,大康 不如我們問他,究竟是有什麼方法或技巧 老師經常會和戲劇導師會說或者請教一下 我的學生經常說對白不夠大聲 怎樣可以令他們說話大聲一點呢? 可以製作得好一點、清楚一點等等的東西 你這方面,作為專家,你怎樣看? 我想第一件事,我們要先釐清一個理論 理論是我們說,如果要大聲的時候有一個結果 而其實我們在想的是,怎樣把聲音釋放在這個空間裡 我們通常會遇到一個問題,當我們在想發聲的時候 我們只會想我們的喉嚨 但其實喉嚨的肌肉是不能夠負荷到聲音的運作 其實我們是需要去想一想 我們要用整個身體去幫我們發聲 或者我試試這樣說,好嗎? 講一下我們在藝學院裡面發聲的訓練 有幾個components,有幾個部分 我們會集中在實用發聲 其實裡面會說到我們整個身體的結構是怎樣 尤其是喉嚨這一部分 還有我們的呼吸系統裡面的結構是怎樣 身體是怎樣運作 第二部分就是發聲和形體 怎樣可以兩樣東西是互相影響著大家 第三樣東西就是發聲和文本 就是說我們去到一個層次 就是將寫在紙上面的語言的字 然後把它放回我們身體裡面,然後再表達出來 即是你要想去發聲的時候 還要包括整個身體的不同的部分 全部的部分 不如我們現在看看練習究竟怎樣做 我今天帶了我們演藝學院 戲劇學院的學生來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會做一個練習,會做兩個版本 一個我覺得可以去到小學或者中學的時候 給學生去做的時候,會不經意地 將他們的聲音釋放出來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我們平時在演藝學院 戲劇學院裡面做的時候會怎樣做 這個拋球的練習比較簡單 兩個同學分成一組 然後給他們一個球 利用這個拋球的動作 跟形象化地將聲音釋放出來 因為拋球的時候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拋接目標 所以聲音也會向著一個清楚的方向送出去 這組學院的學生每天都要做的練習 目的是要他們發聲的時候提高他們身體的參與度 你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動作 身體和手都有兩個很清楚的方向 向前和向上 之後由發聲這個聲音轉為數數字 4 5 6 7 8 9 10 1 1 2 2 3 5 6 7 8 9 10 9 9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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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過一些練習、示範 這些都是很實用的東西 可以怎樣訓練到你的聲音 或者對以往覺得要大聲一點說話 有多一點的想法 剛才用這個字眼釋放聲音出來 不過有時候看到一些同學運用聲音的時候 可能會有些很有趣很古怪的情況出現 例如有時候唸一首詩或者說說話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你又怎樣看呢? 這個問題很有趣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要知道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念詩 那些始終都是書面語 不是我們的謊言 不是我們講話的語言 雖然它都是中文 但是當我們用書面語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要用另一個方法演繹 然後通常我們會見到的是 小孩子會學到念詩的時候 會是非常一陽動 我們要想回的時候 在舞台上運用我們的聲音 我們找的是真實感 我們找的是生活 我們去想一下究竟怎樣可以用 就算不是我們平時說的語言 但我們也要找到生活的感覺 我們要看下去其實是 我們整個想法 究竟語言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說的是裡面有很多圖像 我們需要用一個聲音 就是一個聲音 去表達我們裡面想的東西 所以其實在訓練裡面 我們需要令到小孩子 完全能夠知道文本本 是在說什麼 而在說的東西裡面 是在表達什麼圖像 然後再通過聲音去表達出來 至於你這樣說 演繹一句對白或一句詩句 也好 其實不單止正是這樣讀出來 還有對手 以及牽涉一些交流的內容 對呀 例如我們這樣說 我們用我們的聲音 發聲的時候 我們是在用我們的語言 去跟別人溝通 溝通一定會有一個內容 如果我們只是在做聲音 而不是跟別人講出 你想表達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事情發生過 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人去朗誦的時候 會有床前明月光,很遺陽遁 你示範一下怎麼做的 床前明月光 你感覺到好像很遺陽遁 聽下去就好像… 你問我,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可能有時候有些老師或人會覺得 這個就是要表達到所謂的聲調等等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從內在出發 究竟裡面是什麼呢 聲音本身有沒有表達一個圖像 這個重要很多 如果用剛才那句床前明月光這句詩 你怎樣去引導的學生去演繹這一句呢 我想第一件事要比較辛苦一點 因為台詞本身是形容一幅圖畫 我們看到那樣東西有很多實物在裡面 有床的前面,前面有月光 我們再想像一下究竟月光照對這間房間是怎樣的 而在整個圖像裡面其實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感覺 因此我們再用文字去表達那個感受出來 大康,你有什麼意見給我們的演員或老師呢 在保養聲帶上,有什麼應該做 有什麼不應該做的呢 其實這一方面的話呢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一次表演之前我們都要做足熱身 我們尤其是聲帶上面的熱身要做清楚 在保養方面的話呢 我們通常要說的就是每一天都要喝兩公升的水 即是不是兩公升地放進口裡,這句話很噁心 即是不是兩公升地不停地灌下去 是一天平均地喝到兩公升的水 在演出的時候,很多人都會說 你快點喝水,因為你就要出場了 你的聲帶已經乾了 但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要喝水是要兩個小時前的 因為我們吸收了的水分 要兩個小時之後才能回到聲帶裡面滋潤到它 那不要食產 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 但食產其實是會封喉的 但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說的是吃煙、喝酒 有咖啡因的飲品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的聲帶缺水 我們都會盡量避免它 要多睡覺,要多喝水 這是很重要的 多謝大康今天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相信剛才你說的那些日常注意的飲食 很多同學或老師都能夠做得到 希望他們都可以保養好他們的聲帶 上台上用最靚、最動人的聲音 去感動他們的觀眾 多謝大康,謝謝你 我是 要影片請再加工